大家好 今天来介绍BBS 八进四出的EU数字条音台 型号是MR8C 现在我们先把音乐稍微切断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 这部机器的面板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有分 这是电瓶显示区 1到8路输入电瓶的实时显示 输出的4路的实时电瓶显示大小 状态显示屏 1到8路的输入圆的按键 另外还有可以储存Sense 有我们可以储存8路的记忆的场景 然后输出的有4路 这个是效果器的 这个就是低音信号 还有Mono输出的切换开关 然后这个呢就是BAC 就是说我们在设这些参数的时候呢 可以返回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那个Reset 就恢复出厂的设置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就是说就是Game 或者是一些其他参数的一些调整 还有这个地方呢 就是选择 选择叫就是我们 我们要选的就是到哪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示范一下 就是可以选择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就是总音量的开 总音量的音量的开关大小 在这个地方可以实时的去 马上可以去看 然后可以去调整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叫场景出来的这个按键 就是按下的地方 等一下都会来做介绍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每一路 它分别有几页菜单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按D 我们现在要看第一路好了 第一路的部分呢 它有一个G就是Game C就是Compressor 0就不压 到最大是15 就是压到 应该是基本上压到最死的 个人比较建议是0到5左右去做调整 这个Game是0到64 然后这是LR 就是左右声道 Balance 然后再来就是说 AUX的数值也是0到64 Mono也是0到64 这个目前是我们的出厂的设定的中间值 Effect也是0到64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页菜单 再按一下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 再按一下 第二页菜单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分四段 High 0到15 好 再来就是那个Hm 也是0到15 但是呢 这个Frequency的部分呢 就可以去调整 比方说 我现在要调那个 Hm的时候 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按一下 去选择 到下一个来 就从这个地方去按一下 去State 去选择 选择完之后 你就可以调到它的数值 0到15 如果假设我调到6 调到5 那我要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再按一下 就可以调它的Frequency 比方说你要选择是 800Hz或1K 然后你要加5 你就在这个地方调整 然后再来 如果你要到LM 就是中低音的时候 也是一样 Push一下 然后完了就到中低音 这边是调它的Fan的大小 然后再来就是说调它的 那个平点 Frequency的部分 然后再来一样 Low的部分 我们有分四段 两段可调 那如果比方说 你现在在Low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要回到上一个 LM的时候呢 就按下这个地方 按下就回去了 返回 这个地方按下去是下一个 就这两个去配合应用的 好 那我们看第三个菜单 第三个菜单呢 是Gain Mode Noise Game 因为有一些的输入的音源 或者是一些必要 它可能有些要拖尾音 但是因为拖尾音 大家知道可能都会有一些 外部来的一些底噪 所以呢 我们有设定这个阀门 好 这个有三段 有三段 也是在这个地方去选择 这个地方去选择 这个 Adjustment 这个地方去选择 就分 Off 1 2 Off是什么意思 Off就是我们把那个底噪的部分 就是完全不关 就基本上你给我什么 我就全部都收什么 但是我们当然还是有设个秒数 大概是20秒左右 然后你在1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在 几百毫秒吧 就是可能在大概 大概在将近1秒左右 就会把它关掉了 就会把外部的音源关掉 然后再来就是到2的时候 就是最短 最短 那当然这个东西是取决在你的输入的音源部分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调整 不过正常我们默认值是在2 是在2 那大概是在150毫秒左右 我们就会把那个输入的音源的声音 就是说你没有声音的 我们就会把它关起来 防止这个底噪的串入 OK 那我们1到8路也讲完了 再来我们讲那个AX的部分 很简单 每一个AX 每一路的部分呢 我们都有AX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AX的部分是总AX 总AX 就是说1到8路都有AX 要调整 这里也要调整 这里呢 一样是有分 就在这个地方调整 这个地方 一样也有分0到64 然后呢 Compressor的部分 AX 输出也可以压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这个Effect to AX的部分 就是说 如果效果器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把Effect的这个 这个效果部分 可以送到AX这一路来 然后Mono 当然也是可以的 Mono 这是Mono的部分 跟AX是一样的 那Mono呢 这一路我们还有另外多加的功能 就是我们可以送一个 可以调整它的低音的那个信号 但是它不是放大 所以你可能如果要 从这个地方去输入到 Woofer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 放大的电路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要 要去调整成那个 低音模式的时候 第一个要先按Mono 第二个要按这里 按下之后 它就会有个LPF出来了 然后也有个值 然后还有分正反向 正反向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 它的一个低音的frequency 可以调整 然后Low car的部分 当然这个你们都知道 这个东西有个 应该是我们就是设到30 这个地方去做调整 30的部分 就是要卡3040 或者是我们不卡 这个地方 就由你们这边去做一个 综合的频段 看要怎么做 然后呢 要退回Mono的时候 当然要再按一下这个 按下这个之后 好 就会到Mono这边来了 当然就是Mono就是所谓的输出 AX Mono就是所谓的输出 左伸道 一样 因为我们 左伸道 右伸道是联动的 联动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按左跟按右的时候呢 都会一起出来 当然也有所谓的compressor 左的时候 调整 一样在这个地方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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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在这个地方 好 这个时候就是左右可以独立调整的 但是呢 因为有时候呢 你可能在使用的时候 可能瞬间 我们需要立刻 把这个声音给 关大或关小的时候 怎么办呢 在这个地方去做调整 好 也就是说我要一转了 它会立刻就调整 好 因为那时候我们设的时候呢 是我们把左伸道就设的比较低 好 那当然如果说你一直往0 转到0的时候 当然它就全部会到0的了 好 然后在这个页面呢 是我们的主菜单 主菜单就是AX的主菜单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全部包含输出的主菜单 左右伸道还有AX 还有Mono的那个总菜单 它的数值输出的数值是多少 好 那我们现在大概是这个地方呢 讲到这个地方 那现在到这里了 Bag 你们也知道了 再来到这个地方 Reset Reset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不敢调到什么地方了 我全部只要按下这个2秒钟之后 它会 会在大概差不多10秒到15秒左右 会恢复整机的出场默认值 这个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功能 然后再来一个 这个Select跟Push都知道了 Game的部分 你也知道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是 Sense的部分好了 好 现在比方说 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随便调一下 我就调到什么42什么东西了 然后呢 你可能第一路也调 第二路也调 第三路也调 第七路也调 什么都调好了之后 调好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记忆 记忆的部分呢 就是你在任何1到8任何一个按键是长按 长按2秒钟 这边我们都有一个标的Sense 长按部分 比方说我现在调好了 全部都调好了 我就长按一下 它就会有个Sense1的Safe OK 然后呢 我们可能会存了好几个场景 对吧 那存场景之后 我们怎么叫出来呢 在这个地方 Colesense menu这个地方 然后呢 来我们现在就长按它一下 长按它一下 我们现在长按 长按它 好 它就会出现一个Colesense 的那个 那个字符出来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来选择 选择 我们要call哪一个 一共有8路嘛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选择 好 我现在要把第一路给叫出来 我就push一下 好 它就loading 刚刚的参数 然后呢 这个时候所有的数值都是恢复到 当时你设定Sense1的时候的那个参数值 好 好 这部机器音色是挺不错的 然后主要是很小巧 更重要的是 因为主要它是用一个 比较好的芯片去做 所以它的整个整个那个耐用度 还有它的稳定度部分呢 都优于一般模拟的调音台 因为模拟调音台大家都知道 就用那时间可能就会 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啊什么的 我们内部用了好几个 比较重要的芯片去做的 所以这个这部机还是 整体性能部分 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后版部分 好 后版的部分呢 我们有试录是通用的卡龙接口 1234 48V电供电 1234的麦克风的卡龙接口 再来就是5678 这5呢有分莲花跟这个6.35可以共用 插进去都有声音 然后呢记不记得刚刚介绍我们那个菜单的时候有左右声道 Balance的部分哦 如果你只输入一个单音 那它当然也会立体声音都会出来 但是如果你想把它更 更立体化一点的话 你就把它设 比方说5就分左 就把前面的数值就调到 就右调到0哦 这边都有标 左或者是右 5 6 7 8 它可以做成四路 也可以做成两路立体 这个这个呢 这个Effect就是脚踏开关 效果器的脚踏的开关 然后呢 这个就是Arx的两路 这个就是Insert 就是总输出的Insert 可以再接到 比方说你要接到其他的效果器 或者是Compressor什么的 不管 就可以接出去 再可以再应用 然后呢 这个就是那个输出 这都是输出 这几个输出 我想起来刚刚好像有一个Effect的部分 好像没有跟你们讲清楚 好来我们现在回来一次 Effect的部分呢 当然这开关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一按下去之后 就会进到Effect 这个是Effect的Master 总开关 Effect的Master 切入之后呢 它就有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必须要打开之后 你各路的Effect 我们现在按D路 D路Effect有32 这个是开32是不会有Effect的 这里也要开才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比方说 我们打开 打开到20好了 要注意是Effect打开了 它会把Effect送到你1到8的 只要是你这里有开 这个Effect有开关的这个地方 都会把声音弄进去 所以你可能在打开Effect之前呢 你必须要先把这些 不要Effect的 要先关掉它 好 我们现在再继续按到Effect 这个地方来 Effect的部分有分 就是它数值 还有我们一样 这个地方是Select 按下去是Select 到下一个叫Echo 我们现在呢 有分Echo 还有Pitch 还有Frencho 有三种 Echo的部分跟Delay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再按一下数值 这个地方呢 是Delay的秒数 一般这场唱卡的OK 可能 可能不需要那么长 可能大概 我个人估计大概在200 300毫秒 应该就可以了 再来一个Repeat次数的部分 就要看你自己了 如果你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 4到5之间 4、5、6之间差不多 Repeat的次数 当然你Repeat次数越多 你那毫秒 你那个Delay的毫秒越长 那就是这个Echo 这个部分的选项 也代表说 你要让它的那个 可能有点Delay的作用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台机的 应该是说是 双效果吧 除了Efeat以外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Revert 比方说你Efeat 的数值定好 是20 然后我们再Select 到这边来 我们还可以叠加一个Revert 上去 当然 Revert也有所谓的毫秒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东西 还是要看你们本身去操作 因为这部机器它是比较是开放式的 它不像说 我们下面这台MR8X 是我们已经自定义好的了 那这部机器可能会 相对于你需要适应的时间 还有就是说你本身对于这种Mixer 上的一些了解 音色上的了解 你可能稍微要有点程度 还有办法去使用的比较顺手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觉得 也就是哪里都觉得好像就不太顺 当然这需要时间 一部新的机器都是一样 都是需要时间去磨合去适应它的 好 谢谢大家 现在又介绍完了 有空再见 拜拜